随着意大利的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,全球目光聚焦意大利。 截至当地时间3月12号24时,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已蔓延至全国106座城市。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,意大利出台了哪些防疫举措,在意华商经营状况如何。 3月13号,中新社记者在北京视频连线了意大利中国总商会会长陈正希。 陈正希介绍,当前意大利政府正不断升级防控措施。 3月10号,意大利实施权益范围内限制人员出行的法令,规定各地人员需留在家中,除因工作、健康、返家及其他警纪原因外不得出行。 出行需携带自我声明,供警方查验。 比如说要带出去旅游的证明,还有不能跨城市的自由流动。 高速公路上和其他公路上的来往的汽车都少了,人流量那减少了好多,起码减少了80%吧。 有一些特殊的出去,比如这个购用这个食品啊,紧急用品啊,药店啊,这些还是可以出去的。 但是要提供证明。如果检察查到了,你要具备这些,你为什么去哪里,住在哪里,相关信息都要。 根据现在车上的一辆车,不能超过两个人以上,它上面是这样的要求。 疫情之下,在意侨团华社也积极行动,纷纷成立紧急应对小组,及时向在意华侨华人通报疫情情况,协调物资,保障在意侨胞生命安全。 我们成立了罗马桥界疫情应对小组,互动意大利的疫情的趋势,提示这个每个侨团做好这个应急的一些医疗物资,口罩啊,消毒液啊,日常的急用的这些物资。 谈及在意华商的现状,陈正熙介绍,目前在意华商的经营范围主要集中在制造业、餐饮业、零售业等行业,而这些正是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几个行业。 陈正熙说,面对疫情,大多数华商第一时间自发停业,为员工提供隔离场所和生活物资,承担起社会责任。 在这个疫情的面前,有一些员工特别多的工厂也好,企业也好,他们采取的是安抚员工,给他自居的房间,给他自居的生活,地需的物资,怎么样,创造更有利于抗疫的这些举措。 这个要根据国内的这些天天发过来的,我们要学习它,把它实际的行动起来,把它做好。 随着意大利疫情形势日趋严峻,当地时间3月12号晚,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和中国红十字会共同组建的抗疫医疗专家组疫情9人,携带一批医疗物资抵达罗马。 中国医疗专家组将加入意大利抗疫队伍,一同面对疫情挑战。 对此,陈正希表示,中国医疗队的到来,让在意华侨华人深感骄傲和振奋。 私缘医用物资给意大利,而且派了专家队来协助意大利。 那么作为我们是中国人,而且来的又是中国,这一点我们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也非常的振奋。 我想通过这一次,住在国会为进一步对我们中国政府的抗好,对我们侨胞政政生活,那这一步产生好感,对以后推动中国两国的经贸友谊将会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。